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1766 一起聊聊 OK 又来到礼拜五啦 又来到买大龄Live 我的大龄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and I 我们来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OK 我们今天来聊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 如果有在follow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或是认识我们的朋友们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笑话 你那是讲说如果有在follow我们节目的朋友 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 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follow 对不起 我们也呼应一下 上个礼拜的节目 青春的毕业 QQ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年轻朋友也都不太提了 真的 我们什么XD啊 XD QQ 你哪个世代 ORZ 这个词语很少见好不好 佩服的五体投地 真的 一直有进过大学联考题目好不好 帅你狠 真的 对 我今天才跟朋友在聊 我们在教练中心跟朋友在聊 那就是说 我就讲到说 就是原来以为是个青铜 原来是个王者 OK 然后呢 对方有反应吗 他的反应是说 What's that 这词很老耶 当然表示他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对 这词很老 对 因为这是来自一个电动 就是一个游戏叫做王者荣耀 那青铜是最低阶的排名嘛 然后就是他以为是个青铜 就是一个菜鸟 没想到他其实是很上面的王者 没错 其实是个高手 OK 我们刚才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提到就是教练这个词 然后那其实认识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我跟文青 都是这个前一式投射卡的 代理师跟教练 那我们其实在工作上面 除了借由单纯的讲课 我们也会用体验教育啊 以及卡牌的方式来做 很多很多企业的培训 那也因为这个经验 再加上就是教练中心本身的 这个就是多元的发展 所以 所以 在这个 最近 最近 我做了一件事情 What's that? 我这个成为某一本书的编辑 Oh my god Editor Wu 为什么你刚刚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是 怎么样 那个口音让我很想把你给 把我裸洗是不是 对 为什么 就是 很讨厌 很做 很做 那你来示范一下 Editor 这样好一点吗 好 总而言之 就是做 好好 Sorry 好吧 就是 他成为了一个编辑 对 那我们编的这本书呢 是来自于 就是 ICC 国际祈祷祷祷祷祷教练协会 国际祷祷祷祷 不是Pray哦 Everybody 有多少的朋友对于教练这个词 是清楚的 通常就是网球教练啊 嗯 篮球教练啊 对 都专项 或者是最近把小朋友摔到脑死 跆拳道 跆拳道教练 是柔道 空手 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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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个新闻真的让人很伤心 对 大部分台湾的朋友听到我们在座教练这件事情的直觉反应都是说 诶那你 教什么 对你教什么 那尤其就是我的 我刚好我的学 那个求学历程 嗯 我的研究所是在运动与休闲管理研究所拿的 嗯哼 那所以大家就是看到我的学历跟经历 经历又是曾经在办过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 就会直觉想到说所以你教什么的 你教什么运动的 教什么运动的 但是实际上教练 coach这个词 当他被运用在企业界的时候 嗯 其实他更强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哼 教练的角色是要去启发一个人 嗯 藉由提问的方式 嗯 去启发一个人 问问题 对 藉由问问题 把这个人原来就有的能力展现出来 OK 那其实 激发潜能 当然不同 不同级别的 我现在讲运动 就是在不同级别的运动的教练 他其实角色不太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少棒队 OK 我们单看就是台湾最 国球 对 最多人理解的运动 棒球 少棒队的教练 他教的比较多基础的动作 因为孩子开始玩球了 嗯嗯嗯 开始玩 那他这个时候就是 他要从完全不会 嗯嗯 这个时候会开始教很多 嗯 那随着年龄渐长的级别不同 从少棒 轻少棒 嗯 轻棒 到成棒 也就是大概18岁以上 嗯嗯嗯 这都还在业余阶段 然后到了职业队 嗯 其实教动作这件事情的这个 这个呃 指导的比例会越来越少 哦 对 反而会越来越少 那后来会教什么 其实调整的部分反而是 啊 所谓 我先说啊 所谓的教动作这件事情 他不会跟他讲说 啊 你的手要怎么调整 嗯嗯 反而越来越多的事情是 你试试看这个动作 你舒服不舒服 哦 更多的是回到这个人的身上 嗯嗯嗯 从他的就是身体的运用 嗯 开发自己的感觉 然后再到就是说 当我这样运用我的身体 做出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我能够发挥的力量 嗯 比如说我的球的速度会不会变快 对 或是我的挥棒 会不会更顺畅 嗯 以及就是挥极的力量更大 嗯嗯 因为尤其是到职业队 其实真正的教练在那个阶段 他不太会下下指令去 调整这个人的动作 反而是提醒他去改 改 感受自己 嗯 然后藉由这个感受 自己去找答案 OK 嗯 那企业界的教练 比较像在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 呃 我们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足够的能力 对 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嗯 那很多朋友听到我在讲这件事情 说 就说 变效也怎么可能 我就是遇到困难啊 呀 我就是过不去啊 就是过不去嘛 我就是遇到瓶颈 以后又遇到瓶盖啊 哈哈 哈哈 你刚刚讲的 我倒了一个包袱 你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1980年代的包袱 哈哈 哈哈 遇到瓶颈以后 突破瓶颈以后遇到瓶盖 真的 所以一直出不去 一直出不去 OK 呃 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这个设定的时候 他的反应其实跟文青刚刚讲的那样是一样的 对 都会这样讲 可是我们讲的就是你有足够的能力的意思是 就是 我 我们可以回想一件事情 特别是当我们国中的时候 嗯哼 就是 老师啊 家长啊 一天当我们跟我们读囊的事情 嗯 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其实很不想做 对 但是很好玩的事情哦 等到我们大了之后 嗯 有一些事 你回想 他觉得哎 不听老人言真是吃亏在眼前 嗯 比如说 比如说 多读书 很重要 好 好 你是借由这个事情表达你的反抗吗 好的 好 就是 其实 尤其像我现在在在带小朋友的活动的时候 很好玩哦 我就问他们说你喜欢大人啰嗦的 你可以举手 没有人举手 嗯 但是我 下一个 提问问他们说 哎 那我们来想想看 什么原因让大人会常常对我们啰嗦 嗯 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其实是为我们好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这么成熟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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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刻意叫班导师跟随班家长出去 嗯 所以就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面 他们发自内心的回答 是哦 对 所以其实人都知道怎么样做会对自己好 嗯 但只是在那个当下 你可能因为忙 因为累 嗯 因为心情不好 因为没缺 没缺 对 尤其是没缺 没送 老子老娘就是不要做 怎样 好 我以前会这样 就比如说 嗯 我知道我房间很乱 当我终于要开始收的时候 突然 我妈说 哎 你那房间应该收一下 我就不想收了 哈哈 就是这种感觉 就叛逆 对对对 好 那这个 这个部分呢 其实 当然学术上不是用这个词 但是我自己的体会跟定义就是人都犯贱 人都犯逼 对 要消音 要消音 对对 人呢 哎 按错了 好 你按错了 对不起 好 来 人都 嗯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教练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教练我们会运用一个心理学上面比较常见的事情 就是人都自恋 自恋 自恋 对 所以我们会藉由提问的方式 慢慢陪着这个我们叫做客户或来访者 对于自己的问题去找到那个他 其实知道 但是他暂时忘掉的那个做法或答案 嗯 那因为这件事情是他讲出来的 对 所以他真的去做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自己讲的嘛 对对 因为人都自恋嘛 你也总之要肯定自己啊 是啊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教练在做的事情 嗯 那我们教练其实会主要在做的功能跟顾问有点不同 嗯 顾问其实是带着已经知道要做什么的成套的做法来 他给你东西 他塞东西给你 对对 那顾问 顾问有存在的必要我先说 我不是说因为自己做了教练 我就开始去好像对于其他的 嗯 其他的领域 有些什么贬义 没有没有 其实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嗯哼 就是当顾问来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 Google翻译 嗯 Google搜寻引擎 他顾问其实是 有点像一整组的套装软体 嗯哼 就是比方讲说像我们如果 如果有早期一点经验的大龄朋友们 就是 我们灌那个office的时候 他会有一大堆 对 有Word Excel 嗯 然后甚至到什么呢 到什么 那个什么 呃 SQL是不是等等 有一些 有一些 那种 反正就是一些你平常不会开启的 平常不会用到的东西 但他都要灌进去 对他都要灌进去 好 这是顾问 对 那教练是 先看看你的资料库里面有什么 嗯 好 那有什么东西能用 我们拿起来用 嗯 对 但是这个做法 就是 其中有一个做法 是大家会以为说 那你只能找自己 内在啊 哦不是哦 我们其实找到自己的解决 合适的方案是 如果你发现你今天需要再多贯一个Word 嗯嗯嗯 那你可以去找谁 来帮你 对来帮你 或是你可以怎么样找到这个软体 这也是一个做法 嗯 我们不是说你只能看你自己有的 不是 你发现你没有的 但是你也可以找得到那个做法 这也是一个行动 嗯 所以教练比较关注的是行动 嗯嗯嗯 对 那我们对 那我们在呃 借由很多的方式 不管是呃 这个体验教育的设施游戏 嗯 或者是呃 前一世的投射卡 嗯 那我们就会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带着来访者 呃 发现自己的问题 也解决自己的问题 嗯 对 然后就会有陆陆续续有非常多 呃 这种突破的点 嗯 嗯 那我觉得陪着我的来访者去找到那个盲点 我会觉得很有趣 嗯 对 而且其实就会解决方法会蛮有创意 嗯 就是反而会突破他原来的限制 呀 对 比方说哈 嗯 比方说 我 我之前哈 嗯 越洋 就是2020年不是因为疫情吗 对 那我们我们我都没有办法飞飞过去大陆做培训 对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泉州那边的的一个团体 他就邀请我说 哎 要不然那个文海老师我们来做一个月洋的线上的 嗯 然后那一次的活动是很有趣 他的题目叫做 就是呃 我要怎么找到我的我的那个真命天子 哦 啊 对 那那个当时 如何找到真命天子 对 然后线上的那个参加的人八个全部都是女性 啊 对 然后我就呃 借由卡牌 哦 月洋抽哦 这个对我来讲当时也是一个新新鲜的经验 真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在那边找说 这个每一个人的想法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参加者啊 他就讲到说 哎 那他就很喜欢的那个外形 好 大部分 大部分挑那个就是这个 理想型都是先从外形开始 对 然后我说那你描述一下啊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 身材要高挑 高挑 啊 180左右 OK 这个体格要健美 健美 平常有在运动 但是那种运动不是把自己练的练得很粗壮 那种就像馆长 馆长的那种就是已经过于粗壮 那种不是 他是那种就是穿上显瘦脱下游肉 像孔流那一路 Oh my god 整个的气质很好 男神 对 然后外形 谈吐都很棒 OK 然后他就在那边描述的时候 我说 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在哪里会有很多 嗯哼 比较容易找得到 对 合理嘛 你想要找一定是往多的地方去 没错 然后说啊 这个高尔夫球场一定很多 OK 有没有 穿着那个Polo衫修身的长裤 对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小麦色的这个这个肤色 那戴着中空帽 嗯 这个遮阳帽 那打得起高尔夫的 基本上 这个 经济很好 经济不会超哪里去 有钱有鞋 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没错 我就跟他讲说 欸很棒 嗯 高尔夫球场 你会打高尔夫吗 我会看高尔夫 他一听就愣住了 他一听就愣住了 他说对耶 就是 但是我想要的这个人在高尔夫球场 但是我一辈子都没有接近过高尔夫球场 那我怎么可能找到我的那个理想性 嗯 对 所以其实 其实我并不是要刻意去吐槽他 不是 我只是好奇的问他说 欸 既然你认为这个地方有 嗯 那 你接近了吗 嗯 对 然后他说他没有 然后我说那没关系 那你 那你认为你可以怎么接近 他说 那我可以去学学高尔夫 我说那很好 那你的行动是什么 嗯 你接下来可以去哪里找到高尔夫的教练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 这个就是教练在做的事情 嗯 对 带人发现问题 把盲点找出来 然后找到行动的方案 OK 嗯 好的 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讨论这本书 大脑不受教 只受启发里面告诉我们的教练行为 OK 我们下一把见 来 OK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我的大龄生活 我们今天来聊聊 我编的那本书 或者这个 大脑不受教 只受启发 嗯 其实教练常常会运用在企业的里面 嗯 对啊 所以就是 不管对于员工本身 或是这个部门 或是企业领导人来讲 其实当 呃 你的盲点被发现之后 你就有机会可以开始做一些跨越 因为你有行动方案了嘛 嗯 对啊 文青你自己在工作的经验当中 不管是打工或是实际上 嗯 你自己有没有曾经碰到过什么 让你觉得很阿杂的事情 很长啊 嗯 但我觉得啦 就是现在毕竟是大龄人生的 嗯 大龄人 就是你回头看过去发生过的那些 那些阿杂的事情 你其实可以 慢慢的归类出一些原因 嗯 其实都是沟通的技巧 或说表达方式的误差 嗯 可以多说一点吗 对 好 比如说呢 其实因为我这本书 我也有大概看一下嘛 就是里面有一个点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嗯 而且也非常的 切身有经历过 嗯 他里面就讲说呢 不要用为什么来开头 问问题 啊 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 对对对 怎么可能不用为什么 对 好看 好看 因为我们 我们人类其实就很想要问为什么 我们想要知道 嗯 因为我们想要把未知尽量的缩小 对因为这个可以带给你安全感 没错 我们上集有讲过嘛 就是当你面对的是未知的时候 你会很茫然 你会很害怕 对那是因为你的习惯不见了 所以你的安全感被打破了 对 那今天当已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越安心 越踏实 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嗯 可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哦 当我比如说我问你说为什么 嗯 比如说我问你各位听众 为什么你现在会坐在电脑前面听我们这个节目呢 嗯 你心里面马上冒出来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跟你屁事啊 不是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马上就会想说 因为我没约嘛 对对对 因为我没我没事啊 是 因为我现在在吃东西啊 因为我怎么样 因为我怎么样 因为 嗯 当我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会回答我这个问题 是 因为什么就因为嘛 嗯 可是对于问题本身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实质上面的推进 或是实质上面的解决 呀 好 刚刚问到我这个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经历 我曾经在一个工作的场合里面遇到一件事情 嗯 就有个主管 嗯 他其实人很好 但他 就是他能力很强 然后但他就对自己跟对别人的要求都非常高 啊 有很多很强的主管都是 对 就是言以律己 也言以待人 嗯 那当然你知道他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因为他的 他求好心切 是 他标准太高了 那今天面对这种刚加入的新人 或者是我就是还在学习的阶段的时候 他用他12分的标准要求当时只能做到6分的新人 嗯 其实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嘛 呀 对 然后呢 当场呢 就是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反正我在做一个一件事情 然后我做完了 我尽了我所能把它做完了 嗯 但是我没有把我手上的工具放下 我就接着继续做下面的事 嗯 当然你手中有东西要做别的事情一定是会有点K的嘛 嗯 然后这个主管这时候就冲过来 他就说 为什么你要拿到这个东西做事 嗯 然后我就 第一个反应我就说 因为我来不及放下 对 你讲的是其实是事实 是事实啊 因为他问我为什么嘛 呀 我就回答为什么 因为 呀 我来不及放下 是 那这个主管当然就有点不高兴 因为他其实当场就很急嘛 他其实希望我把东西放下 嗯 才有双手控出来比较好去做事啊 是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拿着筷子 你为什么要拿着工具做事 你不觉得放下比较好做事吗 嗯 那当时我会觉得我之所以会拿着他 就是因为我来不及嘛 嗯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嗯 可能当场有点急躁啦 嗯 就是因为我也很紧张嘛 因为那个主管冲过来的时候 就是脸色不是太好 你就知道你可能没做好 通常主管 对 就是冲过来找你的时候 大概脸色都不会好 对 所以他就说 你这什么态度 嗯 然后反正我们就当场就有一点争执 嗯 我就觉得我不是要挑衅你 可是他觉得我在挑衅他 嗯 那我只是想要知道 你既然这样告诉我 我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我就是来不及啊 呀 那所以在你的tempo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做 嗯 对 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职场上面 或可能当场很忙忙的时候 大家脸色都不会太好 那事后我们就是有算谈开啦 嗯 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 嗯 他又讲了为什么 好怪啊 他跟我解释 他当时他的逻辑是什么 嗯 那我就告诉他 我的回应是 什么原因 嗯 对 我说你问我为什么 我就回答你为什么 嗯 但我不是在挑衅你 嗯 但他就一直觉得我在跟他争辩 嗯 可是我当事后以后 然后尤其是我现在又看到这本书 我就回想起这个案例 我觉得他问我为什么 不如告诉我 我可以怎么做 嗯 或者是说 他如果他当下也是希望可以赶快纠正我这个行为 嗯 他干脆直接跟我讲你东西放下 嗯 这样比较好做事 嗯 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 因为他问我为什么 再加上他当时的语气 会让我觉得他就是在直问我 直问 嗯 对 然后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于现况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对 因为我仍然握着那个工具 因为在我的逻辑里面 我就是来不及放下啊 我就是只好一直握着它嘛 嗯 对啊 所以事后呢 就是尤其是刚刚看到这本 这个是本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它的解释是什么呢 我们请文海教练来报 告诉我们一下 这本书其实它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啊 就是介绍有关啊教练 嗯 祈祷教练的一些工作 对 那他在介绍这个脑科学的时候 就是有提到就是之所以不要用为什么 嗯 来作为问题的开头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刚刚文青有提到 嗯 就是当人啊 只要听到为什么的时候 嗯 我们的 哎 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有两套系统 我不想你晓不晓得 就是什么系统一系统二 对 系统一系统二 对 那其实系统一是比较是预设型的 这种这种运作的模式 系统默认 对 默认 好 硬要换个词就对了 系统默认 对 我这次在编这个书的时候 我觉得在调这种词调很多 好 就是预设 好 预设的这个 这个动 这个 这个部分 那其实预设这件事情 其实 嗯 并不是说因为预设 所以它就比较差 嗯 没有 它其实这个功能很重要是因为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开天PD一路想到就是现在为止 嗯 把所有的逻辑法条全部想一遍你不会觉得你的人生 应该就 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对 其实是你的时间会浪费掉 没有办法做任何很多事情 嗯 好 所以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就是系统一就会在就是系统一就会在日积月累的学习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些预设的反应 嗯 系统一其实听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是不是他对我们的生活是其实是有必要的好那这件事情跟为什么的关系在哪里 系统一就是像文青刚刚讲的就是你听到为什么他就会直接开始去找东西 因为他就直接要回答那个因为 对 因为 对 但是 对 为什么 因为 但是但是啊就是系统一本身它是预设型的运作 对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他给出来的答案是不周延的 啊 太直接直觉反应 嗯 嗯 或者就是拿到什么讲什么 拿到什么讲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最明显的不周延的就是把一些其实不是原因的原因当原因 OK 嗯 就是明明只是明明其实只是有关联 嗯 当然把它当成原因 嗯 或者是你只是凭借着反射动作给出一个答案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嗯 在书里面其实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好 我想请文青你也算算看 嗯 就是如果今天来台湾最热门的运动是棒球 棒球 对 好来 现在一颗棒球加一支棒球棒 对 合计为美金 一块一毛钱 一块一毛钱 好 合计为美金一块一毛钱 嗯 球棒 球棒 比球贵一块美金 嗯 请问球多少钱 一毛钱 错 为什么 你仔细算算看 如果球是一毛钱 嗯 那球球棒比球贵一块钱 那他应该是一块一啊 球棒应该是一块一 合计就是一块二 对 对 那答案是什么 答案其实是一块零 一点零五 球棒是一点零五 球是零点零五 啊 啊 哦 すごい 其实应该是这样 对 但是大部分的人 对 脑子里面 对 不管认不认为 他一定会少过一个答案 就是 就是一块美金啊 就是零点一啊 对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游戏 嗯 就这样你说你COCO怎么念 CO怎么念 COCO M-E-M-E怎么念 Me 那C-O-M-E怎么念 Come 你少来 你刚才因为你就会讲Call Me Come Call Me 对 Call Me 就是那个反射 对 那其实因为大脑 大脑有一些模式 其实刚刚文青在 就是在玩的这个游戏里面 其实也是因为大脑也会去找模式 嗯 因为模式会让人觉得习惯 习惯会带来安全感 嗯 所以大脑有非常多的这些问题 这些 这些 你的结丝 对 这些特点 那教练就会让每一个住人工作者 甚至是主管们 理解这个你的大脑的运作 嗯 然后避免你在管理上面 因为这个大脑的就是自视的运作 而使得你的管理出状况 对 好想叫那个主管来看这个书 哎 对 那欢迎来 欢迎来订购 不开来有卖哦 不开来有卖哦 好 OK 来 那我们来讲到为什么这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你的系统一会直觉的去想要做 会去找答案 嗯 所以你会去讲出一些不周延的 嗯 不周延的那个答案 对 那我们再回来文青刚刚讲的那个状况 嗯 就是 其实 文青的回答 嗯 算不周延吗 不算吧 对 对不算不周延可是对于对于带着情绪的那个那个主管来讲 嗯 他其实觉得这根本不是他要他的对他不是个理由 不是周不周延的问题 对已经不是不周延的问题那根本不是他要的答案 其实不一定是错的但是那不是他要的答案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会讲文不对题嘛 嗯 对不对 就是答非所问 是 那你说我答非所问 但是他的题目出的不对 他答他题目出这样 我就 我其实我的答案是符合问题 是 但是他问错问题 嗯 对于他要的东西他问错问题 在这个在文青的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又涉及到一个情境就是情绪 嗯 好 那我们很期待就是在职场上面要人要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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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情绪剥离开来 但是大脑不受教就是只受启发这本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天真的不可能不可能剥离情绪只会剥离心 对对对 一定是一定是附带的 嗯 好 就是你的理性跟感性永远都是在交杂在你的大脑里面 所以在每一个情境当中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嗯 绝对会 嗯 所以在为什么就是之所以哈之所以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这件事情的里面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的呃就是我们的对方不管是你的部署也好 甚至是你的小孩 嗯 他就是反射出一个哪怕你很你很心平静气的问他但他给你一个不周延的答案 对 好 这是第一种状况 对 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带着情绪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绝对引发的通常 就是应该这样不能讲绝对啦 因为我觉得这样太绝对了 嗯 就是有很大的机会会引发争吵 对 是吧 对 对那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不要问为什么 嗯 好 那就有人会问我说 那我要怎么不要问为什么 对因为 之所以要问为什么通常是要知道一些关键的因素嘛 对 原因嘛 对 好 那其实你可以修正你的语法 嗯 修正的语法是这样就是 是什么让你 嗯 这么做 嗯 好 如果以文青 以文青刚刚的刚刚的这个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那请你可以让你的主管 就是建议他改成的问法叫做 是什么让你继续拿着工具做事 甚至你问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都好过 问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你握着这个工具做事 对 那我可能就会回答说 是什么原因让你握着工具做事 我还是会回答因为 可是我会想比较久 会想比较久 呀 你这个对话会稍微舒缓很多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法 就是因为对于文青刚刚的情景里面 就是你拿着工具嘛 嗯 拿着工具做事 对你来讲 有什么重要性 嗯 没有重要性 没有重要性 对 但是至少不会吵架了 嗯 对 因为在每一个对话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经由这个对话 要让我们彼此得到一个双方的理解嘛 嗯 那只是在问 用为什么在提问的时候 常常带来的是争吵 却偏离那个 我们想要去找的那个答案 对 嗯 真的 呀 所以我们这一趴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要用为什么来当问句的开头 大家可以想一想哦 要怎么样不问为什么 是 我们下一趴再回来 上回来 OK 欢迎回来 My Darling Life My Darling Life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我们来聊聊 今天聊聊这个大脑不受教只收启发这本书 好的 嗯 This book 对 刚刚讲到那个文青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如果在这个情境里面 你还有什么想多问的吗 嗯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刚一时脱线了 刚刚这个情境 其实在教练的过程当中 教练也常常会遇到 哈哈哈哈 你是说教练自己发生还是对方 就是丢了一个问题 然后对方说你想 你后来想问 就是听不懂 对 听不懂 一下子没有catch到你的点 OK 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 就是关于刚刚你在那个 就是主管跟你的对话的 那个情境当中 嗯 你还有没有觉得 哪一边想要 想要多讨论的部分 哦 OK OK 对 通常这个时候就是要换一句话 对 我们无意间就是在呈现了整个教练的过程 哈哈哈哈 大家赚到好不好 教练是很贵的 是的 嗯 我觉得可能就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元素 就是情绪 啊 情绪 对 嗯 对啊 就是 就是 有时候就是 他 因为他自己也有情绪 嗯 我自己说 我在他回我 你这是什么态度 之前我没有情绪 但是我紧张 嗯 我承认我紧张 嗯 可是 我的紧张 可能让我 生理反应变得很 急躁 嗯 然后他觉得 我在挑衅他 或是他觉得我很急躁 嗯 对 然后他因此引发了他的情绪 嗯 所以即使 因为事后我们其实是有谈开来 嗯 事后当然就比较平心静气 就解释 当下他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嗯 但即使是这样子的讨论 我仍然可以感受到 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嗯 所谓听不懂的意思是 他还是focus在他自己的逻辑上面 是 他觉得我没有进入他的逻辑 嗯 可是我想要跟他讨论的事情是 我的确没有进入你的逻辑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同逻辑 是 对不对 对 对 那他不能接受这个 嗯 想法 嗯 然后所以我后来我就放弃了 呀 可是 我觉得在当下 他有跟我讲 就是说 他觉得我的回应 让他觉得 我在挑衅他 或是一副就是 啊我就是 我就是来不及 不然你要怎么样 这种感觉 嗯 那我也去反省自己 为什么 我明明没有这个情绪 嗯 会让他有这种感受 嗯 你觉得为什么 啊我居然问他为什么 哈哈 这时候可以问吗 这个 这个情境上 其实我理解的 对 你并没有在质问我 对 呃 在在讲情绪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想岔出来 先讲一个部分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 他的逻辑 你的逻辑这件事情 是的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讲到一件事情 嗯 就是这个世界 其实是一个幻觉 啊 在这一本 这本如此 以科学背景的书 居然讲到一个这么富有 就是宗教哲理的话 身心灵灵 OK 但是 其实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就是因为在大脑的运作里面 其实我们所看见的世界 是大脑要让我们看见的世界 好可怕哦 我突然想到 《赫克》就问那部电影 嗯 对 这也是我当时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听 看着 呃 就是老师们的 写的英文跟中文稿的时候 我最大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 嗯 因为整个大脑的运作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单影 单影看来讲就好了 嗯 其实我们的视神经 啊 我们的视 我们的视觉有两种方法 可以进到我们的大脑 嗯 它有两个路线 嗯 然后但是呢 经过经过这个 两个路线进到大脑之后 大脑的内部有一个处理影像的区域 嗯 啊 没有记错了 应该在整夜 就是大概在后脑勺的地方 然后他们 他经过处理了之后 嗯 在你的脑子里面投射出 这些东西 他让你 然后就是在你的影像 在你的那个就是大脑里面投射出来之后 你就认为你看到了 OK 所以在这件事情跟这个所谓的逻辑是什么意思 就是 每一个人 嗯 嗯 因为不管是这个 物理上可能视线 嗯 站的角度 嗯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过往的生活的背景 知识的储备 嗯 当然还有情绪 嗯 所以我们所收到的一切讯息是被是被加工过的 被诠释过的 对 因此我们每个人所看见的东西其实不见得完全相同 没错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的逻辑跟我的逻辑不同 嗯 那这本 这个这个点也让我在当时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理解 就是说 哎 我们之前曾经聊过一个题目叫做在对方的宇宙里面 他说的就是对的 没错 好 其实在我编辑完这本书之后 这句话再也不是一个好像只是文案而已 嗯 他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东西了 嗯 因为确实在他的宇宙里面 他的大脑只让他看到那些东西 嗯 而他大脑看到的东西 那些东西可能有一些是你没看见的 嗯 有一些可能是你看见他没看见的 对 对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不是也会有那种视觉的小游戏吗 嗯 就是比如说 嗯 一张图 嗯 你正面看到是这样 你倒过来看是别的样子 是那样 对 或者是明明是一个圆球 嗯 可是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变成一个方块 呀 对 所以视觉 所以视觉上 这些东西 就是大脑重组过的 嗯 那当然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就是大家去找那个什么红蓝药丸 然后吞下去之后 每个人都变海科人物 不是这样子 哇 我已经完全忘记那部电影的情节了 有没有很符合大令人的方式 有没有感觉到青春的悲伤 对 一直在讲老电影这样子 对 好 都讲这种经典的 嗯 好 那所以其实就是 呃 每个人的逻辑不同 嗯 那我们回来讲情绪 嗯 情绪永远不可能摆脱 没错 或多或少 嗯 或高或低 嗯 但是在大脑的运作里面当中 有一件事情是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是什么 就是在情绪引发动作的那个空档 从情绪引发动作的那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个空档的 嗯 反应时间 对 其实是有反应时间的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决定你要带着情绪做什么 嗯 好 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被训练的 嗯 这个空档是你可以训练出来的 可以让它越来越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嗯 就像雷龙 雷龙 啊 那个 踩到他尾巴五分钟以后才会觉得痛 啊 那是神经传导太远了 对 对 但是是你呃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这件事情发生了 嗯 我当下不生气 嗯 可是我五分钟以后生气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是你生气之后你决定要不要捅人这件事情 哦 哦 哦 OK 对 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空档的 大部分如果理智 就是你可以先 你可以多想两分钟 对对 你可以多想一下 就是说 我相信比如说在吵架的当中 其实可能文青那个当下是有那个冲动 是想要甩那个主管一巴掌 嗯 但是你 当下想跟他大吵 当下你想要这么做 对 可是你决定不要这么做 对 对 所以其实从情绪到行动的 就是带着情绪做什么的这个中间 其实是有空档的 嗯 那这件事情可以藉由什么方式去做一些调整呢 呃 可以做一些叫做正面冥想的方式 我们还是进入了身心灵 嗯 其实这个部分啊 很有趣哦 有我因为开始 呃 就是编辑这本书之后就去做 就是延伸阅读 嗯 就是在呃 欧康纳老师 他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参考资讯 嗯 那这些书有一些在台湾也出了 也出了中文版 嗯 那当中提到正面的时候 他提到一本书叫做 Search Inside Yourself 啊 中文版叫做搜寻你的内心关键字 哇 搜寻关键字 你会想到什么 Google yes 那这本书其实是Google内部的正面课程的一本介绍书 哇 呀 好 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哦 基本上全世界对于网际网路最尖端前沿的工程师 应该有不少人都在都在Google了 嗯 所以那一群人是靠着01理智的逻辑运算在生活的人 嗯 那什么让他们开始去针对这件事情做研究 你说正面冥想 正面冥想 嗯嗯嗯 OK 好 那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 就是你的情绪到你带着情绪做什么这件事情 嗯 你的那个反应其实是可以被锻炼的 对 那锻炼的方法是藉由正面的跟冥想 对 你可以去观察你自己的情绪 观察你自己身体的反应 是 它的好处在于就是因为你开始对于你的情 你不会被情绪控制 嗯嗯嗯嗯嗯 所以所谓的SQ 嗯 情商 而EQ 嗯 EQ 情商 嗯 就会能力就会被提升 嗯 那回到 一样回到刚刚文青的跟主管中间的对话 嗯 他如果这两个人 好 如果这两个人当时的 任何一方对于情绪的这件事情 他的觉察是够的 嗯 其实他们的对话不会那么针锋相对 嗯哼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语气 所以干脆你就调整 不要问为什么 嗯嗯 好 那如果说你还能够调整自己的情 就是这个语气 掌握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不是可以更快的去 能够把这个 这个对话 能够导向到一个更明确的行动 嗯哼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Google要做这件事情 嗯哼 正念冥想 OK 对 那而且正念冥想 其实在教练 在这一本 就是大脑不受教的这本书当中 其实是 认为 接下来所有的教练们 在带领跟陪伴所有的客户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或缺的三重咒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三重咒另外两个是什么 睡觉 哇 跟运动 Oh my god 对 这两件事情其实很特别 嗯 为什么 不问他为什么 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他很特别呢 什么原因让欧卡纳老师认为他特别啊 需要好 首先第一个事情是 睡觉这件事情 对于稳定情绪是有帮助的 真的 你睡不饱 基本上情绪不会好的 没错 我相信这个大家一定都会知道 对 再来一个 你睡不饱 其实记忆力会减退 对 而且会很像宿醉 是 整个人都 公公 对 而且啊 你学东西啊 的中间 你越熬夜 你反而越记不住 对 因为你所有的记忆的巩固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睡觉的时候 Oh my god 难怪 我以前大学曾经熬夜读书 嗯 就很爱玩嘛 然后 就是到了期末考的 就考试的前一周才开始读书 嗯 然后而且通常都是那一科要考的 前一天晚上才读那一科 啊 那这个中间当然跟他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间分配有关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但是就是呢 我曾经有一次就我要考化学 那化学当然就靠背嘛 就是我就靠背 然后我就背了一整个晚上 我是可以很 我是很可以熬夜的 嗯 但是你知道熬夜啊 最痛苦最痛苦的就是 比如说你书念完了 嗯 就是能念的念完了 嗯 就是天亮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考试 哈哈 那段时间是最痛苦的时候 是 因为你睡下去可能就醒不来 你睡下去你就拜拜了 对 你可能比如说只有两个小时 或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看日剧 嗯 反正我就是要保持自己清楚 结果记得了都是日剧 对 没错 然后你知道那一次真的很好笑 我本来有想说要不要作弊 嗯 但后来想算了 我自己你知道 我自己你知道 我既然没有好好念书 我考烂了就是我的错 是这是附中人的 这是附中人的性格 结果你知道吗 我旁边的同学 他拜托我抄他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错的太厉害了 我一直有告诉你 那一题是二 我拜托你 那一题是二 哈哈 嗯 真的我真的记忆犹新 是的 对 嗯 我后来有没有超好忘记 我可能还是 坚持了附中人的傲骨 我可能没超 我可能写三 哈哈 但是那一次 我同学拜托我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哈哈 所以 所以你看哦 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在前一晚我们常常熬夜 大考 嗯 好 准备简报 对 等等之类的 我们常会熬夜 但其实上熬夜对于 那一件事情的本身 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因为我是三类组嘛 所以我考试 我考大学年考的时候 我是考一二 嗯 七月一号二号 但是我有跨考文组 所以三号也要考试 所以我三号也要考试 那但是呢 文组的历史啊 地理这些 我们基本上都没在念嘛 嗯 所以我就借了很多 课本回来 我就想说 就是用这一招 就是前一天 二号那天晚上念 呀 但是真的就你知道 其实你硬背 当然是可以背 可是你不可能背完两年嘛 呀 所以我就看了几个 大概看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放弃 我就睡着了 嗯 结果第二天我考 我考文组数学 考的比我理组数学还高 呵呵 就是我理解力有比较清晰 对对 我头脑很清晰的去考试 是对 所以睡觉真的很重要 真的 那第三个就是运动 运动 那这个运动 其实也不见得非得要练铁人三项 那其实只要是这个 有氧性的就可以了 有氧性的 对有氧性 就是让你可能心跳 稍稍加快一点 你会开始有点冒汗 比如说看到恐流 这算吗 那是兴奋 不是运动 我有心跳加速 是是是 恐恐放大 那这个当中 其实最好的运动是什么呢 诶 请往前翻啊 我们有讲一集叫做走路的人哦 walking man walking 而且走路也是一种 可以作为正念的方式 不见得非得坐着 所以走路是很棒的 睡眠 正念 还有这个 运动 对运动 这是能够让每一个人 可以变好的三种方式之一 三种方式 这是教练很在意的事情 OK 我们下一次再有机会的话 来更多聊聊 大脑不受教只收起发这本书 大家赶快去买 赶快去买哦 OK 我们下一周见 拜拜 拜拜 拜拜